宾州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曹关友 今天和宾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召开联合记者会 回应天然资源及环境部部长纳都斯里旺朱乃迪 以及宾州联邦政府行动委员会主席纳都斯里在南阿比丁奥斯曼 指中央政府拨款26亿令吉 作为宾州制水工程时反批 相关部门没有跟进工程后续发展 以致所进行的工程费用和拨款大有落差 而我们的数字显示没有进行 只进行到4亿4300万的价值的工程而已 所以他在隐瞒事实 反过来讲他讲我们误导人民 因为我们一直追 你讲有20多亿为什么只用了4亿多 剩下来的钱到底去了哪里 曹关友也指出根据水利灌溉局 槟城有77个水灾黑区 州政府在进行了治水计划后 其中28个黑区的治水计划可以说是成功的 曹关友也以9月15号当天的大水为例子 指当天水患时多个水灾黑区情况并不严重 说明治水计划奏效 他也透露目前政府手头上还有15个水灾黑区的名单 相信在年秒委任了承包商后就能解决问题 NTV7 槟城采访报道